这节讲一下想源模式 想源模式公民思义 它就是一种共想的 想和源应该是分开说 想源这个词 其实在汉语中不大常用 应该分开来讲 想就是共想 源应该就叫做源数据 就是一些基本的 或者说需要共有的一些数据 表达就是这个意思 看一下概念 想源模式是要共享内存 就是考虑内存而非效率 就是想源模式考虑的更多是 要存储空间 就是我们在针对两个对象 或者说多个对象 或者说多种类型之间的对象 我们要考虑它 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 可以进行共享的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共享 然后这样的话 会避免内存开销 对吧 主要问题是为了避免内存开销 特别是在服务器中 服务器端 如果并发量很大的话 比如说每秒上千个请求 这样的话并发量很大 并发量很大的话 那个服务器压力就会很大 这样的话 你把每个进程 或每个县程中的 一个对象的内存 降低一点 这样的话 对整个服务器的性能提升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的 所以说在服务器端 特别考虑内存的开销问题 然后相当性数据 共享使用 这个观众我们就讲过了 这是一个 整个选业模式的 这个一个概念 但是呢 GS中不是很常用 为什么呢 规论起来说 GS的使用场景中 特别是在前端的 使用场景中 我们不会过多的 去考虑内存的问题 就是现在无论是手机 还是电脑 浏览器可占用的内存 共我们GS的一些计算 已经绰绰有余了 所以说我们不用考虑什么内存的问题 而且GS在前端运行的是在客户端 对吧 客户端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 天天都要去访问 那个苹果的官网 这样的话 对于苹果的官网来说 对它的服务器来说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我们每个人 就是访问它的网页而已 对吧 这个网页设计的多复杂 也只不过是我们 机器上运行一份 并不是说 像服务器中 你现在承接 好多好多的客户端的请求 运行好多份 所以说我们做客户端的 就是基本上 不是做什么很大型的一些游戏 或者说一些图像 或者说图形的处理 就像我们做网页这种的 不用太多的去考虑一些内存 就是如果是 你为了考虑内存 而使系统的复杂度登高 这绝对是一个比较坏的做法 所以说这就导致了 GS中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少的 如果是能找一个的话 其实我们能找到一些 和这个想象模式 意义相关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 这个例子是我们在做 代理模式的时候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网页时间代理 这个场景我们再说一遍 就是外面有一个DRV1的容器 然后里面有好多好多个A标签 A标签还可以无限下拉的去增加 就是你可以增加好多个 我们现在的需求 是为每个A标签 都添加一个click实践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也会用到我们的 之前说的代理模式的代理 就是我们把这个实践 保留到DRV1上 就保留到外层的容器上 然后通过代理来监控 如果盼上它点击的这个来源 是这个A的话 就直接去执行实践 对吧 但是对于我们想象模式来说 就这个例子 你可以拿到那个代理模式中 是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但是你把它放在想象模式中 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它虽然说不是 那么严慈可放的 一个想象模式的例子 但它表示这个思想 也是想象模式的一种思想 就是这种共享数据的思想 我们把所有的事件 如果都绑定在这个A标签上的话 大家想一下 我们无限下拉产生很多A标签 这样的话 对扣端的开销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吧 那我们要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 来接受这种开销呢 很简单 我们就把这个点击事件 给绑定到这个外层就行了 把这个外层 我们点击事件 只是绑定一次而已 对吧 那如果绑定到里面的A标签上 我们的点击事件 可能要绑定100次 1000次 1万次 这可能都不止 那就看 新增的这个A标签 就下面有多少个 它如果有10万个 那我们绑定10万个的时间 这个浏览器绝对就会崩溃 但是如果有10万个 我们把它绑定到这个 外层的容器上 那这个浏览器可能至少来说 比之前绑定的A标签上 要好很多 可能会有问题 有问题那也是因为 其他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渲染的问题 而不是说我们实现 绑定的问题 好 这就是一个还算经典吧 其实也不算特别的 严格的一种想象模式 但它的思想是这种 共享数据开销的一种思想 好 我们将相中的部分抽象出来 然后呢 符合开放后面原则 就是想象模式 它是一种数据可以共享 然后共享内存的一种方式 对吧 那我们把可共享的数据 给它抽象出来 把它单独放出来 这肯定是符合开放后面原则的 比如说我们哪天需要改一下 这个共享的这些数据 就是这个统一的数据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使用悬案模式 我们只需要改一个地方就行了 那其他地方都会生效 因为共享嘛 那如果是我们不共享 把这些数据都散布到各个对象 或者各个类中 那我们要改的时候 可能会要改很多个地方 对吧 这样的话就不符合开放后面原则 有时候你可能会说 哎 我们共享的这个数据 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ABC 这三个共享一个X A使用的X和B使用的X和C使用的X 可能会不一样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这种情况 它就不是想象模式的一个范畴了 解决这种情况 你可能会需要 比如说装饰器模式 设备器模式 代理模式 这一些模式来去解决 但是它不是想象模式解决范围 选业模式解决的前提 就是说 这个ABC共享RX 它们共享的必须是一份RX才行 如果是共享的数据不一致 那就不是这个选业模式能解决的 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OK 我们最后做一下总结 概念用意 就是共享内存 对吧 避免内存开销 然后实现方式 实现方式 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说 因为它确实是没有场景 也没有必要说 把Java的代码搬过来之后 我们看一遍之后就拉倒 这样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然后应用场景呢 我们找了一个时间代理的 就是把事件绑定到 它上层容器的上面 然后来避免这个事件 绑定到子元素中子元素 会无限增加的这种 内存开销的这种风险 它算是一个 能体现起来模式思想的一个例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